出现沙尘暴 可能跟当地的气候条件 有关 比如说降水减少 另外最近进入春天天气 又比较干燥 沈阳 那春季基本上都是 大风的天气比较多 在这种天干雾燥 然后地表裸露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比如说风一多 可能沙尘暴就急于出现 首先从自身安全角度 避免这个可吸物 颗粒物就要戴口罩 然后避免这个沙尘气 还眼睛呼吸道 机动车 飞动机动车就是要减速慢行 注意交通安全 窗啊 自行密封啊 什么 这样的一些处理 搖满搖满搖满开 搖满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